好 大家 郭先生好 大家这么开心 我给你发点礼物好不好 好 我给你唱 好 来 大家不要忘了我发点赏 这叫妙可兰多 大人小孩都能吃 还是走遍天涯海角 唯有咱们吉林老乡最好 死情刺激我要 年轻医生 安娜 2024一到来 我还是那个小男孩 拼搏路上 莫徘徊 大家都能发大财 我呀 我是刚从那个南方回来 回到家里边特别亲戚 我看一看我的老同学 我的老朋友 张小伟 今天对父老乡亲们 大家过年好 张小伟给你们拜年了 祝大家新的一年 和你喜到又相遇 和你从来对脾气 和你总是有话题 和你感觉最相惜 干 告别昨日的悲欢 干 男人立地顶天 干 都在酒里面 都在酒里面 你说你是谁呀 这怎么连门都不敲 就干进来了 老同学都不认识了 老同学 哎呀我的妈 我 宋小峰 谁 阿峰 你是宋小峰 去啥呢 哎呀我的妈 你这么多年没见面 你变样了我的妈 我这听说你在南方那 混得挺好 就要开好几家大公司 哎呀我的妈 恭喜你啊 我这次回来我发现 咱家乡变化太大了 这次我就打算 我回家就不走了 支持家乡建设 哎呀 太好了 啊 疯啊 你这回我回来 我还有个事 我想跟你说 这个 现在呢 就是我们要打算 打造一个产业园 打造一个绿色农庄 这个事呢 跟我太对口了 因为我在南方啊 就做这个互联网 我呢把南方所有的经验 拿回来 支持咱们产业园 支持家乡建设 这个事 咱的关系 你办了得了吧 就我干了 不是 疯啊 这个首先呢 你一想回到家乡 我是表示感谢和欢迎 但是这个事 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事 不能说这事 给你干就给你干了 这个事一句话的事 那不行 啥叫一句话 这个必须得进行公平公正的竞标 有 我张晏伟这么多年 我就是公平公正 说得好 你看 如果来 你能这样大公无死做得非常好 嗯 你有今天感谢谁呀 感谢谁呀 感谢我小时候揍你 鞭策你呗我呀 多亏你鞭策我呗 来人呢 谁 老张啊 老高来了 红旗车提回来了 哎呀 家里来客人了 这没事不是外人 家里人 是外人 是外人 我回避 不用回避 不好不好不好 啥味不好回避啥呀 不用 老张啊 拿来吧 不是我不是说不要不要的吗 你老不要啥呀拿去 我说不用不用的 你老不用啥呀 给你的啊 给孩子的嘛 你给谁我也得说不用 是什么 拿着 我走了 哎 我一会儿回来吃饭啊 你说你这是这样 我都说这不要不要 你这别那么饿 你看你看 證 证据 不是 证据 不是 小峰你 你你 哎呀 刚才还说小弟巴巴 公平公正 你 你就都公开了 不是 眼睛给你送台车 这得办多大事啊 不是 小峰你误会了 误会啥 哎呀你呀 我给你说一下 刚才这个是谁呢 这个老高呢 他是我的亲戚 这个我女儿跟他儿子呀 就马上要结婚了 这个呢 这个车呢 是给我这个女儿买的 哎呀 给女儿做个代铺的工具 哎呀 代铺的工具 你是真能编呢你呀 编啥呀 你啥时候学着演员呢你呀 我什么学 我实话实说呀 你得这么多疑呢 哎呀吧多疑 我就一个骨 没有那么多疑 我跟你说 哎呀 你这啥思维呀 我说你是思维 你思维太敏捷 不是有多少个疑 我看明白的 别跟他折了你呀 小峰 这啥 为了我跟你证实我的清白 我可以对天法事 我张小伟 爸 我回来了 哎呀 闺女回来了啊 你回来正好 刚才呀你高叔来了 把车给你开过来了 啥车呀 红旗车吗 不是啥红旗车呀 懵了吧 对不上了吧 这拖对不上了 我拖什么玩意儿 这不就剧本吗 我什么剧本啊 啥叫剧本啊 闺女啊 就是你高叔不跟你说过吗 要给你买台这个红旗车 为你上边方便代步吗 啊 我想起来了 高叔给我打电话说过 啊 他会演了 接下来能往下演了 什么叫演呢 说的是实话 你这都是产业链啊 我产业链 啥个啥呀 这是 你叫风俗 风俗好 不好不好 孩子 你眼睛好 什么叫眼睛好 你这是我闺女 这个车就是给我闺女买的 你闺女 你能生出这么好看的闺女 要说她是我闺女 那还差不多 对不对 孙雅峰 我真发现你 我告诉你哦 你可以质疑我的人品 你不能质疑我这个颜值 没有 来 闺女 你告诉你风俗 你长得这么好看 因为啥 我像我妈呗 哎呀 你不能碰你爸下的 哎呀 这啥什么剧本这是啊 我没猜错的话 你媳妇快进屋了吧 我媳妇上 我回来了 哎呀 你看看 哎呀 哎呀 漂亮 家里起了 这位演员你好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位呢 新老公啊 这位呢 是的女儿 来 开始你表演演吧 演 演 演 你是导演 对 你来试戏来了 嗯呐 什么戏 车戏 我演谁 你演车 来 啥嘛车戏啊 演啥呀 我跟你说啊 咱们亲眼 不是就是给孩子买台车吗 啥车呀 啥 我不骑车 啥 你挺想把剧本给发过去就好了 看个剧本啊 我看什么剧本啊 你咋就过 咋不知道这事 咋不知道呢 你前天你做饭的时候 我不跟你说了 我说青年人给孩子买台车 啊 啊 啊 又能演了 啊 我演个饭的 我没听清 你现在就听清了不 你现在整明白了吧 你跟他说明白就完了吧 嫂子 这位演员 不用紧张 开始你的学院 来 好 我演 你演啥玩意 你演呐 你这么好演呐 你跟他写事下啥回事 我解释 大兄弟 我告诉你啊 其实这台车吧 就是我亲家给我姑娘买的 这俩孩子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亲家条件好 就给他买台红旗轿车 坐一代步 脸上上班 我家亲家吧 条件好 别说买台红旗轿车了 就买个别墅不也正常吗 还要给你家买别墅 不是 就是哪个比 你买个飞机 你买个飞机不也正常吗 还要买飞机啊 不是不是 你看你咋就不理解了 不是这位大兄弟 你咋这么能误会我们家小伟呢 哎呀 我们家小伟这么多年呢 就在事业上 那是公平公正 从不熏思啊 在工作上 他是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 走出万贵啊 不熄了 你身体都不好啊 不熄了 他的身体 情绪完顶 给我 给我情绪 给我 我家小伟 我跟你说身体都累完了 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 给我 作为一个老同学 你不支持他可以 但是你绝对不能冤枉他 演得好 演得好 嫂子 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呀 我是个演员 演得好 谁演了 演得好 你真是把我洗了 行啊 咋嘞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不就是污蔑我爸吗 说多少遍 车是给我买的给我买的 怎么说你都不信 行 这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我还给高叔 闺女 闺女 你这把孩子 不是 这这这 咋的就你开心了吧 不是 社交风你要干啥呀 不是 就我还以为是剧本 什么剧本 这不就说到实话 你咋不就都不相信呢 不是 你这嫂子 她说她是演员 孩子是演员 她职业确实是演员 她也没演呢 不是 哎哎哎哎哎 性格来了 这吵吵啥呢 咋还给人孩子整哭了呢 老高啊 我跟你说 来你过来过来 你回来正好啊 就是因为这台车 他也说这么多事 啊 你跟您叔叔怎么事 这有啥解释呢 俩孩子结婚 不过有点条件 孩子买台车 上下班逮捕 不就这么个事吗 就是叔叔 这点事怎么还能误会呢 那就我爸掏钱买的车 给欣欣买的嘛 写的都欣欣的名啊 这回你相信了吧 哎呀 这这这这孩子好 这未来的你的孤儿 孤儿也好 大哥也好 嫂子也好 这个未来的老公公也好 今天这个事就 据我不好 饭啥时候好啊 饿了吃点饭啊 马上好 我去给你坐下 啊 来孩子 你赶紧点 把他们放得住了 疯啊 别忘了包饺子 啊 跟着豆毛 哎呀 疯啊 我说心里话 我也知道你给我开玩笑的 你新闻你也看了 是吧 啊 说现在说啥呢 说这个像环境要活力 知道吧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人 都来到我们大美吉林 来创业 来发展 对不 这会你回来是更好了 没啥是咱们这些老哥们 老朋友 坐在一起吃点饭 喝点酒 多好啊 那个 刚才这个事整茶屁了 误会你了 我有你家的同学感到骄傲 有你家的朋友感到自豪 谢谢 化到此处 我又不用的 诗心大发 要有诗心什么 不 我唱出歌 那呀 还会唱歌的 唱歌 老朋友 我们新春快乐